嗨,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回到鸚鵡小木屋,我是Jack 雖然其實在講解玄鳳鸚鵡的介紹 受到各位強烈的回想 在這邊真的非常感謝各位 今天要介紹的鸚鵡啊,它的顏值也是數一數二的喔 日本有一隻鸚鵡啊,它叫做Padoma 它在IG上面爆紅 它為什麼會爆紅呢? 因為它的羽毛顏色啊,十分的夢幻 Padoma是一隻博客式鸚鵡 我也有跟日本的這位Padoma的侍主啊,聯繫過 得到它的授權使用IG上面的圖片來跟大家做分享 大家也可以去追蹤它的IG喔 這種博客式鸚鵡啊,在台灣大家都會稱它為秋草鸚鵡 因為培育出許多毛色變化的基因 讓這種博客式鸚鵡啊,它的毛色啊,有相當多 而且豐富的變化 今天的影片就要來帶大家認識啊,這種博客式鸚鵡 從原生種來開始講 有三種比較常見的澳洲小草鸚鵡 光輝、秋草還有捷梗 它們發展出各種不同的顏色 以生物分類學來看喔 光輝還有捷梗啊,它是同屬不同種 那秋草的部分呢,就是一個獨立的雅鼠 它們在生物分類學上面關係比較接近 而秋草跟它們的關係啊,就比較遙遠一點 光輝捷梗也可以利用一種護膠來生產下一代 但是畢竟它們是不同種的 所以它們後來的子袋啊,沒有辦法有繁殖的能力 那也盡量避免啊,這兩種的雜交 那至於秋草的部分 因為它是獨立的一個屬一個種 所以它沒有辦法啊,跟捷梗啊,還有光輝做雜交 這一集就著重在秋草上面來做介紹 如果你對捷梗還有光輝這兩種鸚鵡有興趣的話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秋草鸚鵡又稱為伯克式鸚鵡 它們是小草家族當中啊,最常見的一種鸚鵡喔 它們的個性啊非常的穩定 而且寵物性也非常好 很特別的一點就是它的叫聲非常悅耳 雨色也十分的豐富 讓它的知名度還有普及度啊 是小草家族中的第一名喔 它的體長差不多19-22公分左右 而體重大約是40-50克 有別於其它的草原鸚鵡啊 它們的體色並非綠色 而且它們沒有辦法跟同一個屬的鸚鵡做雜交 原生種的秋草鸚鵡它們的顏色比較深 它們的公母外觀也有明顯的不同 非常容易辨識喔 如果是成熟的公鳥 它的背部是會呈現比較深的顏色 那它胸口的粉紅色啊 會比較深、比較濃 如果把兩隻秋草鸚鵡拿起來比對的話 母鳥相對於公鳥它的背部就比較淡了 顏色就比較淺 它臉部的黑斑也會比公的來得多 它胸口前面的粉紅色斑紋 跟公鳥比起來也會比較暗淡、比較模糊 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在外觀上是非常容易做分辨的喔 那當然它跟所有的鸚鵡一樣 所有的原生種都是顯性遺傳 那它也會跟上一集講到的一樣 它會是一個最強勢、最強壯 而且在野外最常見的一種基因 這種鷹鵡我們現在看到的差不多都是淺粉紅色 它在幼鳥時期的時候顏色比較深 所以在幼鳥時期是比較難分辨公母的 有一些幼鳥它的嘴會會比較呈現黃色的感覺 幼鳥到成鳥差不多要經過8個月的時間 它的顏色才會慢慢跟成鳥一樣 它的前面額頭還有眼睛的上方的條紋是藍色的 那眼睛跟鳥繪之間、臉頰前方是白色的 那喉嚨的這個地方我們可以觀察到 它是有一點偏深粉紅色的 它每一片羽毛的邊緣我們可以觀察到 有時候會有一些咖啡色的斑紋 那延伸到它的腹部的地方一樣是呈現粉紅色的 主要的飛行雨是黑色的 而外部邊緣的地方是帶有藍紫色 秋草在人工飼養的環境之下 已經開始培育出非常多不同的顏色、不同的物種 而造就了它們這個族群 變得越來越漂亮、越來越美麗 有一個很常見的粉紅秋草 也就是我們在說的閃光秋草 這也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例子喔 那伯克四英五它侵襲在什麼樣的環境呢? 它主要是侵襲在一些比較乾燥 或者是一些比較半乾燥的開闊的灌木叢林 在30年代的時候 伯克四英五它的數量曾經一度非常危急啊 但是在今天啊 我們很幸運的它已經是一種非常常見的鸚鵡囉 它們很常出現在香屍樹林、尤加利樹林、灌木叢 還有一些河邊的林地啊 我們都有可能會發現它的蹤跡 它們通常是一小群一小群的一起群體行動的 但是在遇到乾旱這種大規模事件的時候 它們有時候會一大群一大群的出沒 然後看到它們一群一群的聚集在水源地的地方啊 在搶水 它們一般在野外都是在早晨或者是黃昏的時候觅食 而它們主要的食物來源啊 差不多都是在地板上的 它們在地上啊找尋一些草類的種子啊 一些新鮮的嫩葉啊 而在天亮之前或者是太陽下山之後 才會一起到這個水源區啊一起喝水 它們平時啊 在一些岩石啊 一些蕨類植物附近的時候很難被察覺 因為它們生存的地方啊 灌木叢的地面啊 是呈現淺粉紅色的 它剛好提供伯克士鸚鵡啊 它們這種粉紅色羽毛一個非常好的眼壁 但是它們的個性啊 並不是內向的個性喔 看國外的文章寫啊 有時候在觀察伯克士鸚鵡的時候 也可以在固定的區域固定的距離之內做觀察 伯克士鸚鵡它是屬於一種遊牧性的鳥種 因為前面有講到它們吃東西啊 都是在地面附近的 所以它們在飛行的時候 都是飛非常的短的距離 而且也不會離地面太遠 它們在吃東西的時候啊 相當的安靜 如果受到驚嚇啊 或者是它感受到非常危險的時候 它們就會發出很尖銳高亢的叫聲啊 來警告對方 那伯克士鸚鵡它分布的範圍 是在澳大利亞的中部以及南部 那至於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飼養一隻伯克士鸚鵡的話 它們是屬於一種新手可以做選擇的鳥種喔 它們在照顧方面是算容易照料的一種鸚鵡 它們很快就有辦法適應環境啊天氣 而且啊在適應之後 它們也是非常強壯的 但是我們也要非常注意溫度的變化 去預防一些太冷啊太熱 或者是濕度太高 過度潮濕的這些天氣變化 如果溫度過高啊 可能會導致滋生一些細菌 對鳥兒的健康造成威脅 因為它們的個性是屬於溫和友善的 所以它有辦法跟一些攻擊性比較低的鳥種 一起養在一個很大的籠子裡面 熟養鳥、龍養鳥啊它們都算非常安靜的 而且它的破壞力啊也相對比較低 但是到傍晚的時候啊它會稍微變得比較活潑一點 尤其呢它們是比較喜歡在地面上活動的 所以偶爾也可以帶它們去獸醫院做健康檢查 來去注意蛆蟲的問題 然後在自己平常照顧的方面也可以觀察它的羽毛啊 看它的羽毛狀況啊 看一下有沒有一些肉眼可見的一些體外寄生蟲 那秋草鸚鵡它們的繁殖方式是怎麼樣呢? 野外的繁殖季節差不多是落在8月到12月的這段期間 繁殖伯克士英五它的難度比較低 它們也是一個非常稱職的父母親 有些人會把它們的蛋替換成別的鳥種的蛋 來幫助別的鳥種做孵化 去養育其他不同種的鳥種 它們的生產力算是非常高 剛剛照顧完一台之後很快就會開始準備下一台 所以我們也要仔細觀察有沒有難成的現象 繁殖的期間你可以多多幫它補充蛋白質 提供一些蛋類的食物 或者是蔬果、蛋米這些穀物等等 母鳥它一次生蛋啊都是生3到6顆左右 而它的孵化期差不多18天 幼鳥在成長差不多4週之後就會準備離巢 但在離巢之後 公鳥也會持續地餵食牠們兩個禮拜左右 牠們的物種分布相當的廣闊 所以牠目前在野外呢 是被評價為一種沒有生存危機的物種 伯克斯鸚鵡呢牠們是典型的攀琴 牠們的鳥會啊強而有力 適合抓握或者是在攀爬上面行動等等 而你讓牠繁殖的時候 潮箱的底部也會放一些電材、電料 去增加牠的柔軟度 以保護那些蛋或者是幼鳥 而且牠也可以小幅度的調整濕度等等 電料也包括稻草、木屑啊 這些電料牠們的接受度也都很高 那正常來說最常用的就是一些稻草墊 那有經驗的鳥媽媽就會把一些比較粗的纖維 先咬斷做整理 讓牠的潮箱裡面是很舒服的很柔軟的 這是最理想的情況 但是有一些新手的鳥媽媽呢 牠比較不會去整理潮 那這個時候牠的蛋就有可能會下在 硬邦邦的潮墊上面 這不僅有可能會造成啊蛋殼破掉 或者是幼鳥在出生之後啊 牠的腳有可能會被稻草的纖維卡住、綁住等等 那這個時候我們處理的方式 就先把這些粗纖維稻草的部分啊 先用剪刀來剪開來輔助這個母鳥 那不論是繁殖啊或者是你平常照顧方面 你要提供牠們一個舒適的環境 那舒適的環境包括了溫度、濕度、整潔 還有牠的陽光照射的部分 不論是哪一種鸚鵡都一樣 最簡單的你要怎麼判斷這個鳥舍啊 好不好乾不乾淨呢 你自己站在鳥舍或者是你置放籠子的地方 一個小時左右 你自己的感受是怎麼樣 溫度、濕度的部分啊是否合適 然後待久啊你會不會覺得不舒服 像太熱啊、太冷啊、太多粉塵之類的 那如果你自己都覺得舒服的話 那牠這就是一個非常合適的環境 小草類的鸚鵡啊 牠雖然不是很膽小的鸚鵡 但是相較於中大型的鸚鵡 牠們也是相對於比較敏感的 包括對聲音的部分啊也是很敏感 有一些慘案發生在這些秋草鸚鵡上面 像是放鞭炮的聲音啊、嚇死鳥 這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牠們在黑暗中啊受到驚嚇 而產生強烈的衝撞行為 如果你已經有養中大型鸚鵡 那些比較吵雜型的鸚鵡的話 你在繁殖的時候啊就要把牠們隔開 因為秋草牠們對聲音比較敏感 很有可能就會被這個影響 秋草鸚鵡如此的美麗 我們也要想想 那是否有螢光幕背後不為人知的一面呢? 那我們現在來談一談 不只是秋草鸚鵡 也包括其他種鸚鵡 在人為飼養的環境之下 最常產生的一個問題 近親繁殖 物種的滅絕 也都是從族群量的減少開始的 而牠們一直減少一直減少 只要到最小存活族群數的時候 牠們就會開始瀕臨滅絕 這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這麼少的數量之後 動物就會開始進行近親繁殖 在基因的方面 牠就會開始降低生物的多樣性 而惡性循環之下 這個族群最終就會走向滅絕 近親繁殖這件事情 在人類的文明上算是一個禁忌 常常會聽到有人說 不可以跟同性式的人結婚也是這個原因 大部分從古代開始 有的人就會立法加以規範 但是在動物界呢 近親繁殖這種行為 就是隨機有可能發生的 但是大自然通常會有一些調節的機制 一般這種情況不會失控 那近親繁殖的缺點 第一個 遺傳性的疾病 通常是隱性的 如果它的基因染色體 沒有進行正確的結合 這個隱性基因它就不會呈現出來 人類的色盲就是一個例子 色盲就是屬於性的遺傳 而近親的交配繁殖 就有可能會強化所謂的基因缺陷 而如果沒有近親繁殖的話 通常這種基因缺陷就會被隱藏起來 那第二個 近親繁殖的後代呢 它在免疫系統會有弱化的現象 像是抗菌的能力 抵抗力比較差比較弱 智商也會慢慢變低 體能慢慢變差 而且有很高的機率 在它到達可以繁殖的年齡之前 它就死亡了 這就是有一些生物學家他們在講的 近親繁殖的衰退現象 然而在近親繁殖它也不是沒有優點 有些科學家相信對某些族群而言 近親繁殖所導致的弱化子袋 它自然而然會被淘汰掉 而留下來的反而沒什麼問題 而就達到了所謂的基因清洗 達爾文的進化論也是這樣講的 試者生存落者淘汰 而在現在大家很喜歡養鸚鵡啊 很喜歡養寵物 對於這些繁殖者而言啊 只要開始有第一隻羽毛開始突變 開始有不同的顏色 他們就會想要保留啊這個性狀 所以他們就會開始進行系統性的近親繁殖 而之後再慢慢拉開血緣 這樣才有辦法把它要的那個性狀留下來 我們現在看到在熟養鳥 在人工飼養的鸚鵡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變種 在野外看不到的顏色 這些很多都有可能是利用近親繁殖所留下來的 近親繁殖上面有利有弊 但以族群的繁衍角度來看 近親繁殖絕對是不好的現象喔 經過時間慢慢累積下來 如果你是近親繁殖的話 你的鳥兒啊就是變得越來越虛弱 寿命越來越短 體力啊越來越差 抵抗力差 繁殖的意願降低 有些人買到寵物鸚鵡啊 也是有出現這樣子的問題 想說我們都已經給他最好的環境 最好的資源 也非常細心耐心的照顧他 而他們為什麼就這樣子體弱多病啊 有時候回歸到源頭 是不是這些繁殖業者啊 盡情繁殖下來的這個後果 那最後 什麼人適合飼養秋草呢 我想你如果住在公寓 你不想要養的鸚鵡啊 具有太大的鳴叫聲 那秋草鸚鵡將會非常適合你喔 因為他們的聲音比較小 個性溫馴 叫聲好聽 親人 寵物性高以外啊 他們的體型比較小 飼料費也相對比較低 對於新手來說 他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喔 更重要的 我知道大家對外表的要求都很高 而就這一點來看 我想你們真的會非常喜歡秋草鸚鵡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了 有很多觀眾在關心我的鸚鵡 那我自己的鸚鵡的部分啊 都會放在IG的地方 那最近我的IG跟臉書 也會開始經營一些寵物的知識懶人包 有興趣的觀眾也要趕快過去看喔 所以在留言區 大家也都非常踴躍的留下 你們想要我介紹的鸚鵡 我也會把它記錄下來 之後再慢慢做介紹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幫我按讚並且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Jack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